支持朱婷回归国家队吗? 随着国际排联正式公布了本年度世界女排联赛的举办地和赛程,中国女排新的挑战即将开始。 因为这三战十二场比赛的对手决定了中国女排是否能够进军巴黎奥运会,在去年的奥运资格赛中,功亏一篑的中国女排在最后时刻与奥运名额擦肩而过, 没能在第一时间获得身家巴黎奥运的机会,也让作为主教练的蔡斌和中国女排备受压力。 如今卷土重来的女排渴望证明自己的实力,由于今年的三战分战赛中,除了巴西战之外,其余两战将会分别在澳门和香港举行。 已经占据天使之力的中国女排在竞争中就占据了先机。 当然,要想获得最终想要的结果,对于阵容的调整就迫在眉睫,选择年轻球员不仅可以增加球队的人才储备, 为阵容补充新鲜血液,也能激发现有球员的危机感,全力以赴帮助球队争取比赛胜利,争夺奥运名额。 当然,作为国家队主教练的蔡斌能够转变用人导向就显得至关重要。 毕竟在上任以来,为了女排能够实现平稳过渡,采用了重用老将的用人思路,延缓了女排更新换代的步伐。 事实证明,这样的用人思路并不符合当前女排长远发展的策略, 再加上从联赛中众多年轻球员的优异表现,与老将形成了先灵的对比。 转变用人导向,重用年轻球员,成为大势所趋。 比如江苏队的00后,吴孟杰就独角大梁,带领江苏女排时隔两年再度重返四强。 虽然只不办决赛,如今在三四名的争夺中依旧发挥出色。 江苏女排获得第三名已成定局。 而在决赛中表现出色的上海队能够打破天津女排的不败金身,离不开队长众会的发挥。 此外,来自天津女排的王毅竹也让人眼前一亮,这新人在队中很好地扮演了李英对角的角色,成为了李英英最优秀的帮手。 年轻球员的不断涌现,缓解了女排主攻为止人才短缺的困境。 让蔡斌有了可选用的人才,告别了以往用人捉襟见肘的尴尬处境。 放弃老将是众望所归的做法,向时隔三年重返赛场的张长宁。 始终没有找回优秀的竞技状态,如果将他召入国家队,必然会引发巨大的争议。 当然,另外一位老将朱婷是否还有回归国家队的可能。 不仅取决于当前女排的用人趋势,也取决于朱婷未来的职业规划,进入职业生涯末期的朱婷将重心放在了俱乐部,渴望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实现完美的转型。 对于回归国家队性质不高,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该尊重本人意愿,那么还支持朱婷张长宁等老将回归国家队吗?